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一种外在的规范 还是一种内在的接受呢 你想想 安啊 安心于此 安宁于此 安定于此 我们说安仍然是一种秩序 但是这种秩序的特点呢 开始一步一步的从外在的规范走向内在的自然 这头就我们想想 人者安人 这个安人不是说人者接受了人 不是说人者接受了人的塑造 而是说什么呢 安是人者生命的安放之处 这个安不是说从外在接受了某种规则 而是什么呢 这种外在的规则已经成为我自己自觉自主的选择 成为我自己生命的自然 也就是到了安的境界 意味着外在的规范 内化成为了一种自然的接受 安和礼乐都有关系 所谓安其位而不相夺眼 安于其位而不产生争执 这是礼能够安 人在礼的规范中 安于自己的社会身份 安于自己的家族身份 也安于自己的政治身份 这是礼所带来的安 与此同时 乐也能够带来安 乐所带来的安是什么呢 所谓乐则安或者乐则安 安则久 这个安是什么呢 这个安就不是不仅是说是外在规范带来的安 这个安是什么呢 是从音乐的熏陶中进入了一种自然的秩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安 它其实体现出什么呢 体现出一个由规范秩序 走向自然而然的过程 通过礼的规范与乐的熏陶 实际上这种和谐有序的这样一个秩序 经过了一个从外在的规范 走入内在秩序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定偏重于礼 敬偏重于乐 我们不是说定只有礼 敬只有乐 我们说是偏重 那么定偏重于礼 敬偏重于乐 而由礼到乐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对人的塑造 对人的熏陶 日益深入 日益内化的过程 那么从礼到乐的一个整体的熏陶与内化 就进入到了安的境界 这个安是什么呢 这个安是生命的自然的安放 那么这样一种自然的安放就好像什么呢 人者安人 是我们的安居之所 安而行之 好 那说到这儿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定静和安 它的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思想的情感的行为的有序性 这个有序性和礼仪密不可分 所以特别在早期中我们看到定静 他们和什么呢 和一个国家和这种政治秩序密不可分 他们不仅仅是内在世界的 也不仅仅是个体世界的 它更偏重于什么呢 更偏重于行为 以及周遭世界的一种统一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强调定静安 需要在礼乐的语境中去进行理解 它背后是先秦的礼乐文化 我们要在先秦君子的生活方式 在他的知识素养 在他的行为准则 在他的这种社会规范的角度 去理解定和静 去理解安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这个关键在于礼和乐 定和静经历了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 它是不同层次上的有序 而这种有序性的依据 恰恰恰来自于 营绕着先秦君子的 无所不在的礼乐传统 这一点是我们去学习大学 所不可忽略的 那我们看到 定静安 在礼乐的文化中 对于人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包裹和熏陶 这种熏陶的实质是什么呢 它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的 社会的整体情境 还记得我们的这一讲的题目吗 情境与自觉 礼乐是什么呢 礼乐是一种文化的 道德的 价值体系的整体情境 在古人的修养中 在古人的修身之路中 强调情境的重要性 那么关于情境 到底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情境的利与弊是什么 这种情境在当时所面对的历史的冲击 又是什么 以及情境和我们后面所说的律 所说的理性的反思 它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咱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详细讲解